请问老大大低压环流内才会有台风生成吗 好的 这一波大低压环流 盘踞在西北太平洋 大约有 在其中 总共有四个台风在里面生成 目前在图上面还可以看到三个 就是从这一个三神以及悟空 另外就是这一个班笔 这两个三神跟悟空 基本上都在海面上 连日本都不会碰到 不过这一个台风 就是未来会很靠近本周的东南部 也就是说在周五周六 如果有日本的行程的话 就要注意这一个六号台风 可能带来的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台湾附近的天气 还是属于在大低压环流的旁边 因为有西南风 水气很多 所以天气形态几乎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上半天天气还算是晴朗 到了下午过后 就有强对流发展起来 包括山区 以及部分的平地都会受到影响 我们从雷达回波 也可以看到 目前这些降雨回波 还在萧萧涨涨的 有些地方的降雨回波还相当的强 表示雷雨还在发生当中 今天实际上观测到的降雨 我们可以看到 还是一样的 就是范围相当的广 里面有一些短时的强降雨 都是大雷雨所造成的 因此不断的有这种大雷雨特曝 甚至于蚝雨特曝的拔布 在气温方面 由于上半天是比较晴朗的 所以高温还是蛮高的 今天的高温大部分都是在35度到37度 还是比较偏热的状态 明天的温度可能会稍降一度 不过这样的温度还是偏热的 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天气 基本上还是西南风带来水气 所以在清晨的时候 可能在这个西南部这里 就有一点降雨的几率 主要的雨还是在午后 跟类似于今天 这个比较强的对流 就会在靠近山区的地方发展起来 也会往山区来发展 也会往平地部分的平地来扩展 因此影响的范围还是一样相当的大 未来的天气 我们从这个天气图上面来看的话 就可以看出来都是西南风 主要就是因为在大地压的边缘 所以持续的不稳定的天气形态 在气温方面会稍微下降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在明天高温可以看到 在以北台湾为例 大概在35度之后 就会在34度这样子的温度 相对于前几天来讲 有稍微降了一两度 不过感觉上还是比较热的一个情形 每天都是清晨在西半部 有一些局部性的下雨的几率 到了午后主要的雨 都在午后会比较强的雷雨出现 我们来看一下在未来的天气 其实从明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天 在清晨跟午后 都比较容易有一些降雨的情形 尤其是在下午 这个对流强度是会比较强的 当你遇到大雷雨的时候 你就会感受到 它是伴随着雷击 强风 以及瞬间的强降雨的情形 尤其要注意的就是在礼拜一 下礼拜一到礼拜二 这时候整个大气的形态有改变了 因为大地压黄氨流会解消掉 因为台密洋高压开始要向西伸展 会把季风推到台湾上空 使得在下礼拜一礼拜二 这两天特别的不稳定 尤其在云风面上面 可能会有相当大的降雨 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 这两天的天气变化 以上是最新的气象